您好 目前的美国和欧洲 可以说为了弗洛伊德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在欧洲东部 捷克爆发了一场 针对中国的游行思维 他们呢 捷克人呢 成前上半的捷克人 聚集在首都布拉格 抗议中国 向他们高价出售 质量低劣的口罩 而且呢 他们抗议这个捷克总理 做了这笔交易 他们认为这个捷克总理 应该对此 承担责任 引咎辞职 这个中国的劣质口罩 在全世界都遭到了抵制 实际上中国口罩 就是中国产品的代仪词 就是中国制造的代仪词 当然呢 其他国家和地区呢 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抗议 捷克呢 这段时间呢 没有像美国和西欧的民众那样 为弗洛伊德之使 抗议什么种族歧视 他们呢 抗议活动指向了真正的邪恶之源 共产党 中共 因为捷克人民深受这个共产主义的危害 捷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是西欧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前十个国家之一 捷克的这个武器也好 捷克的这个就是工业制品也好 在全世界都是 就是质量很好的 很受欢迎的 当时是好像是世界上第十大工业国 我记得 但是不幸的是 捷克呢 先是被这个纳粹德国占领 接着呢 被苏联占领 苏联占领以后呢 就在捷克 拿拢着一帮的类似于成都秀 李大钊这样的垃圾 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 然后这个政府呢 对这个捷克人民 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农益 直到1989年底 捷克人民才振脱共产这个锁链 获得自由 但是呢 捷克人民始终没有忘怀那段历史 所以说呢 他们非常了解 共产主义的罪恶 这个人们对一件东西 一个事物的认识 往往跟切身感受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切身感受的话 你就没有真正的认识 比如说这个美国 比如说西欧 他们没有受过共产主义的奴隶 就是说呢 共产党呢 没有统治过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也没有统治过 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美英呢 共产主义势力是最薄弱的 因为这里的人民呢 就是说呢 知识比较丰富 他们的历史 他们能够 这是一个高度开放性的社会 他们能够了解世界上的 每一个地方发生的情况 他们对苏联的情况 也最为了解 当然欧洲呢 要薄弱一点 比如说意大利和法国 共产党呢 曾经很强大 但那背后呢 都是由苏联共产党 通过克格勃的秘密支持 美国呢 我们以前从教科书里学到 说也曾经有几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或者共产主义者 建立过共产主义农庄 遭到了惨败 所以呢 美国人民呢 既能够从苏联人民的 学的教训中获得经验 也能够从欧洲的洞当中 以及中国 以及世界各地的 共产主义实验当中 了解情况 所以说美国人民呢 英国人民呢 始终都是抵制共产主义的 但是呢 这个由于美国是一个 高度自由的社会 它不能够 就是说呢 禁止一些人 一些糊涂的 一些傻瓜蛋的 相信共产主义 因为这些人 始终对共产主义呢 怀有一种梦想 比如说自己最近支持 推动美国这个动乱 黑人骚乱 和这个民主党动乱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组织 就是安提法 安提法呢 就相信共产主义 而且呢 他们不仅相信共产主义 他们现在呢 粉末登场 以前呢 他们更多的是 潜伏在后面 推动美国黑人和其他人 判断 但现在呢 据说呢 安提法呢 已经占领了 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地区 有六个社区 有六个街区 就是差不多 有六条街仓 六条街宽 那里面的居民呢 可能有几千居民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地区呢 宣布呢 这个地方呢 也实行 无政府主义自治 他们要求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念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现在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们在这里面实行食物免费 另外呢 这个爱情是免费的 性爱是免费的 另外呢 还有免费的水 另外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警察 由于这个现在美国的警察呢 都投储忌器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行动呢 都不敢立即去自治 所以说呢 对于西雅图这一伙安提法分子 建立共产主义实验基地 只能采取退却 就是不进入这个地区 但是没想到 这个自治区呢 这个共产 美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自治区呢 只维持一天 就面临危机 那里面的这个组织者呢 就开始向外界求救 说我们的食物没有了 赶快带一些麦片来 赶快带一些人造肉 带一些大豆来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的这个食物呢 我们这个共产主义社区呢 食物是免费的 结果呢 附近的流浪汉听说以后呢 都跑过来吃东西 他们连吃带拿 把我们的食物都给弄光了 结果害得我们现在都饿肚子 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共产主义实验 共产主义总是导致饥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 无一例外地导致饥荒 不管在苏联 苏联的大饥荒 仅仅乌克兰就有数百万人饿死 整个苏联境内 大饥荒造成了 大概一千万到两千万人饿死 而那个中国的大饥荒呢 造成了三千万到一亿的人的饿死 到现在都没有确切的数字 因为它是被掩盖 藏着的无法进行核实和调查 而且共产党内部的这个资料呢 经常被他们销毁 所以说呢只能是估算 一般估算呢 中国应该在那些年代里 从人口增长取向 和当时的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来看呢 中国的人口取向那时候 应该消失了将近一亿 共产主义 目前在全世界 仍然在制造着饥荒 比如说超选的饥荒 更是为全世界制造 超选 自从九十年代到现在 每年都有二三十万人活活饿死 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超选总共就两千多万人口 其中三分之一的粮食呢 还是联合来自于国际赞助 仅仅联合国粮盟组织 每年都向超选人提供大量的粮食 另外中国还向超选提供大量的粮食 所以呢 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安提法 共产主义分子呢 很快就仅仅一天时间 就尝到了共产主义的恶果 要知道这个世界呢 人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始终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就是说呢 一个人呢可以有爱心帮助别人 但你不能够强迫一个人 必须献出爱心 你这个跟抢劫无异 共产主义呢 总想抢劫那些能干的人 那些优秀的人 但是呢 这种做法呢 只会摧毁人类 就像在朝鲜 在中国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一样 举个简单例来说 我们十个人 每个人拿一把猎枪 进山去打猎 能干 聪明能干的家伙 他能够打得满满的猎物 身上都背不完 路上可能还放几个流 下回来背 或者找别人来背 甚至有可能送给别人 一两个猎物 比如说 一两只山羊 或者小鹿什么的 但是呢 笨蛋呢 有可能拿一只猎枪呢 走到山里面 不仅没有打到一个猎物 甚至迷路路 回不了家 也许要转上好几天 才能回家 然后呢 更笨的呢 有可能在那个地方 还摔跤 把自己的枪也摔坏了 当然还有更惨的 有可能 他根本就不 没有能力判断 哪些地方危险 哪些地方安全 甚至他操弄不好 自己的枪 甚至随便跑到一个地方 睡着了 迷路了 结果被野兽吃掉了 都有可能 就是人的能力 是千差万别的 一个美好的社会呢 应该呢 既要保障 每个人 第一个前提是要保障 充分的自由 就是每个人的自由 就是因为自由呢 才能够使到 每个人的能力 发挥到最大点 然后呢 这个社区呢 可以从富人那里 拿到一点 多余的这个猎物 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那个能干的猎人 他进山打猎 他每次都可以 打五个到十个猎 他都背不回来 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告诉那些 空手而归的人 沿着这条路 正好还有三头豹子 在那地方 你们一人拿一个回来 OK 就是他可以做这个善心 但你不能强迫的 你强迫他 他不说 他说没有 或者他不打那么多 你要是说强迫他 你每次必须给我们 先打三个豹子 然后你才能给打自己打 那他可能就不干了 第二天他来了 他就说 对不起 我今天 我头疼 我不出去打猎了 第三天他说了 我今天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任何猎物 因为人性总是这样的 能够表现慷慨和仁慈的时候 就说人们是愿意的 但是如果要是被迫 人们就不愿意了 对不对 这就像我在美国 我曾经得到过 好几个陌生的美国人的帮助 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因为我要上传一个视频 结果在下雨天 我到附近的一个 麦当劳店里面去 我借用他们的网络 他们有一个公开的网络 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 但是因为正在下雨 我没有离开车子 我忘了关那个打灯 那个车子没电了 但当时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非常惊慌是说 当时雨点停了 我发动不了车子 哎呀我想完蛋了 这个车子坏了 而且这个车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旧的车 不知道他随时可能出现问题 我还庆幸 我的幸亏没有在半路上坏了 在半路上坏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因为我那个满车的行李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幸亏当时呢 我车里是空空荡荡的 我一边庆幸 一边惊慌 居然有几个美国人来帮忙 有两三个美国人 都用关切和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就是说他们知道 我遇到了麻烦 他们能够感觉到 就是说那美国人 对周围的事和事 是非常关心的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 就过来问我 我就跟他说了情况 他说你打开车盖 我打开车盖 他看了看 他说可能你这个没电了 然后呢 他自己 他问我有没有那个电线 我说没有 他自己从车里 找那个节点线 把他的车子 开到我的车旁边 然后接上 一分钟以后 他说test 你试一试 我一试验 我的车点火成功了 然后呢 我就想给他一点钱 他拒绝了 要知道那时候 纽约的瘟疫最在厉害 而且他一眼能看出来 我那个车子是纽约的车牌 因为纽约是帝国车牌 很特别的 一眼就能看见 但是他仍然帮助我 这就体现了美国人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给他几十美元 而且我后来问了 一般要给个十一个二十美元 但是他拒绝接受我的美元 这就是美国人 就说呢 他觉得你处在困难之中 他就过来帮助你 但是呢 你如果换一种方式 你比如说 我拦住他 我说 我现在需要钱 请你给我二十美元 那美国人多半都会拒绝的 这就是差别 所以说呢 一个社会呢 不能够强迫富人去帮助穷人 而且呢 我认为呢 这个现在呢 美国欧洲政府的 这个大规模帮助穷人 在很多呢 这种方法不当 这种方法呢 会导致这个穷人呢 依赖福利 而且呢 他们盘算了一下 发现工作还没有福利 挣的钱多 这个在英国 在美国 在欧洲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呢 他本来是两可之间 可以去工作 也可以去这个 赐福利 但是呢 如果吃福利的好处更多的话呢 他慢慢养了 依赖心了 他就丧失了工作能力 而且呢 这个最低工资制呢 实际上也是在危害这些人 因为有些人 他一个小时 他创造不了几十美元的财富 你比如说 以前那个伦敦 那个珠宝店大捷案 省失了上亿银帮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自动监视器 虽然很多 但是没有人照料 你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残疾人 你每小时给他五个美元 甚至三个美元 甚至一个美元 他就可以在家里面的电视机上照料 而且他可以同时照料 十个或者二十个监视器 对不对 他就搞一个大屏幕彩电 每一个监视器就可以反映在那里面 他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他可以挣个十几美元 这样也许不符合美国 比如说纽约 每小时十五点五美元的 这个最低标准 但是他可以在家里 轻松愉快地 这个做这份工作 而且呢 他能够观看世界各地的风景 伦敦的京店的门口 大街上嘻嘻嚷嚷的人群 或者巴黎大街上某个珠宝店门口的情景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像玩一样的工作 但是工作就非常重要 因为伦敦那个京店呢 一直被这个歹徒给撬开 弄坏这个监控设备 五个小时以后才发现 所以呢 警察就没有线索 因为那些妾子 其实有备而来 都戴着手套 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也没有留下任何视频图像 因为他们都是门着面罩来的 但是如果要是当时 有人有监视器的话 一看戴面罩的人 出现那个地方 马上就报警 那又固定的 当地的警署的铃声就响了 可能歹徒正在作案的时候 一对警察就已经呆了 把他们团团包围 全部捉拿 一个不剩 所以说呢 一个美好的社会呢 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所以我认为 自由呢 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美国的 这个最新的 这个共产主义实验呢 能够暴露出来两点 第一个呢 他们这个实验呢 能够暴露出来 这个人性的弱点 使人们看到 共产主义是一条地狱之路 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第二呢 也使得美国人 越来越清楚 这一场这个骚乱呢 其实呢 就是中共在后面 可能推动的一场 共产主义叛乱 在北国的叛乱 而且呢 这个美国的最新的一个 民意测验 就是显示呢 现在就是叫 拉斯莫斯民意调查 这是在美国很著名的 一个民意调查公司 他说呢 这个 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国人 现在 这个 认为呢 警察是必须的 警察是友好的 而且呢 不能够减少 对警察的这个拨款 而且他们认为呢 在大城市里呢 会有 这个 警察对歧视黑人的情况 的确有 这是因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黑人犯罪力太高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还有一点 我想补充的是 黑人歧视大量的犯罪呢 警察局是 就是说 无法过问的 因为黑人呢 不像白人那样 诚实的作证 他们检举也很少 他们喜欢内部协调 比如说美国每年有两万黑人 就是 人自相残杀 就是说黑人跟黑人之间的关系呢 有点像那个社会帮派与帮派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美国的警察呢 对黑人的警惕性比较高 而且呢 如果办理这个黑人案件呢 他也得非常小心 这一点呢 我还可以切身经历作证 比如说我经常坐这个四号地铁 就是纽约布朗克斯黑人区的这个四号地铁 我经常发现呢 那个地铁站门口站着三个或者四个警察 为什么他们会站在地铁站呢 很简单 因为很多黑人拒绝买地铁票 直接因为那个地铁的栏杆一翻就可以翻过去了 从下面也能爬过去 从上面也能跳过去 黑人身材又高大 身体又灵活 也就是说 纽约大都会捷印局 纽约地铁公司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个地铁公司 捷印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就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个黑人 而且那黑人那么多年 几十年了 仍然是大量的逃票现象 公然的就是闯进地铁 公然的从地铁里跳出来 这个美国捷印局无能为力 只能能在有一些高分时段 请警察站在这里面 才能够那些黑人才不翻 因为很多黑人他不愿意买月票 他也不愿意花钱买票 他觉得两块七毛五可以省下来吃一顿饭 或者去买点毒品 买点来自中国的毒品凑凑 所以他不愿意花这个钱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他们对美国社会的 所以久而久之 你想想美国的这个执法者 肯定对黑人特别留意 就像一个黑人教授 著名的这个作家说的 他说 每次我这个 如果有人碰我的话 在街上 回头一看 肯定是黑人 如果他说 我这个走在大街上的话 看到黑人聚在一堆 我就会绕道走 他说我宁愿多花时间 宁愿浪费这个 多走几步路 我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安全 这说明呢 黑人自身存在着问题 就是说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是反对种族歧视的 我尊重那些 非常这个尊敬流理的黑人 而且我认为呢 黑人总体来说呢 比中国人要温和 有礼貌 至少我住在布朗克斯里面 住了这个半年多了 从去年九月份 搬过来住 到现在为止 快大半年了 没有受到过黑人的非法审害 反而受到过多位黑人的帮助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安提法最近还有一件事情 做得非常过火 我不得不得你提一提 因为就在这次动乱的这个发生地 明尼阿波利斯 安提法分子和一些黑人 推倒了哥伦布的这个塑像 哥伦布是美国人当中呢 可以说是排行第一的受尊重的人 我这个可以这么说 美国每个城市都有哥伦布雕塑 哥伦布公园 反正我到我的美国城市都有 就是稍微大 规模大的城市 不是指小城镇 都有这个哥伦布呢 因为他是开创者 他是发现者 他把两个 他把欧洲跟这个美洲 连接在了一起 讲这两个世界连接 而且呢 他这个 让欧洲人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 来到了美洲 带着先进的这个工具生产技术 从而改变了美洲 美洲呢 其实是全世界真是腹地 因为我曾经驾车穿越 两次穿越美国东部 三次穿越美国东部 还有坐车穿越美国南部和西南部 对美国的浮原辽阔 这个沃野千里印象非常深刻 我当时的感觉是 美国生活二十亿三十亿人都没问题 因为太肥沃了 大平原可以大量的种植粮食 这个 美国呢 是人类应该说是流奶于蜜之地 但是呢 以前的印第安人呢 多半都是来自满洲 就是西伯利亚地区 他们呢 技术落后 所以他们始终没有把美国 变成一个富裕的地方 他们甚至不会使用铁器 不会骑马 就没有这些概念 所以这个欧洲呢 带着先进的技术一来呢 就发现了美洲的价值 所以说呢 美国呢也成为 才能够成为人类的 这个最高级的文明所在地 这一切都跟哥伦布 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喜欢看热闹 这个 我在纽约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差不多参加过 每一次纽约的大游行 要知道这个曼哈顿 每年都有几十次大规模的游行 就是上百万人次的游行 都有很多次 而其中最壮观的 就是哥伦布日大游行 每年的第二个星期一 有时候是 一般来说都是10月10号左右吧 这个大游行里面呢 一般来说呢 都有3万到4万人参加 就是游行 另外呢 至少有上百万人在两侧围观 有时候他们说 多达300万人会围观这场大游行 跟复活节大游行几乎是类似 而且呢 它的那个队容之整齐整节呢 我的感觉呢 比复活节大游行呢 还要壮观 当然纽约游行呢 主要是意大利社区 意大利学校组织的 他们几乎完整地再现了 古罗马的这个辉煌 那个每一个游行队伍 就像一个古罗马的方阵一样 都是穿着一色的整齐的衣服 而且有几十种衣服 还有不同的头饰 装饰着羽毛的头饰 还有这个整齐的礼服 还有这个军乐队 鼓手乐手 还有一些的舞蹈队 非常壮观 而且尤其是那个音乐 非常非常的激动人心 我在参观以后 当时我就感觉到 为什么古罗马军团能够 当时能够成为 全世界最强大的军团呢 为什么古罗马帝国 能够开创 这个一个古代最强大的帝国呢 能够建立一种民主制度呢 你就看那个古罗马的 那个游行队伍 你就能明白了 在那个音乐身中 就说那是一种音乐呢 是中国人感觉不到的那种音乐 那种音乐呢 足以使每个人都感觉到自豪 感觉到学末奔赃 感觉到这个充满战斗精神 所以说呢 在那种音乐 我以前看那个西方电影 我看到他们打仗的时候 要放音乐 或者敲鼓 我感到难以理解 我觉得是简直能让那么多人敲鼓 不是浪费视频吗 我看了古罗马我才知道 因为古典指挥人类战斗 古典激励人们战斗 你在那样的这个罗马方针里面 你几乎就没有办法做逃兵 你就不好意思做逃兵 你就只能去战斗 而且你肯定会热血沸腾地去战斗 你感觉到你属于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是世界上是人类最优秀的团队 是就是说非常优秀的团队 所以说呢 你就肯定会属于这个团队 为这个团队去生 为这个团队去死 你都会毫不犹豫 所以呢 现在呢 你看看 这个安提法和一些黑人呢 推翻了这个哥伦布塑像 这会严重地伤害美国人的感情 伤害意大利益的感情 伤害所有从欧洲来的移民的感情 要知道他们来自欧洲 要知道哥伦布正是他们的带领人 是他们的创业者 所以说呢 有的这个 有的这个推友就愤怒的质问了 那下一步是不是要把美国国父 华盛顿的塑像也要推倒 因为哥伦布本人倒没有什么虚弄 华盛顿却虚弄200个 而且呢 杰弗逊 就是美国的另一位这个国父 也有过虚弄 那么他们的塑像是不是都应该推倒 所以说呢 这已经越来越过分了 我觉得这个安提法和这个黑人骚乱呢 该四可而止了 否则的话呢 他们会遭到严厉的报复 一旦过度了 就是说他们的处境 不仅不会得到改善 还会更糟糕 就像这个美国人 现在67%的美国人 认为呢 就是说呢 与黑人在城市里面造成的这个犯罪的危害相比呢 警察的有限的这个对黑人的歧视呢 是次要的 也就是说两害相狠 取其轻 因为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说 确保每一次执法都是高精度的机器人执法 所以说警察对黑人的一点点歧视行为呢 比之黑人本身的犯罪行为相比呢 应该危害小一点 我相信美国人最终呢 会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好 谢谢您的收看